大家好,我叫吴琴,是在法国的一位花商。 我在巴黎经营酒店已经20多年,我们有15家酒店, 分布在巴黎乌铜区的大街小巷,共有800个房间。 在高峰的时候,我们每天接纳1500到2000个客流量。 但如今,是法国新冠肺炎爆发的高峰期。 3月14日,马克龙总统宣布全法国进入封城居家隔离的状态。 从那以后,我们就基本上没了客人。 几乎所有的商业网点,一夜之间全部闭门切业。 我们酒店是仅有的允许开门营业的行业之一。 但是因为客人稀少,所以我们有5家酒店,已经闭门歇业。 现在只剩10家还在开门,但是客人非常的少。 如今,我们150个员工有将近一半临时下岗,在家,在夜。 剩下的员工呢,还在上班。 现在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酒店的经营情况。 现在这个酒店呢,就正在经营。 大家可以看到没什么客人。 这是我们前台,这是我们值班的一位小姐。 大家可以看一看,我们这个酒店,现在基本上空空如也。 我们给酒店的员工,为了他们工作方便,为了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。 我们在前台,大家可以看到,我们摆了很多桌子。 桌子,这样的话客人自动保持在一米之外。 我们呢,前台呢,还是有洗手液。 洗手液。 洗手液,我们的员工,在前台工作的时候,随时可以用这个洗手液,对吧? 可以洗手,保持他们的那个身体健康。 下面呢,我再出去看一看。 可以看到,对面的那个邮局,对面邮局已经关闭。 旁边呢,是一个洗衣房,对吧? 也关闭。 再往旁边呢,是一个不动产公司,也关闭。 基本上,所有的商店都处于关闭状态。 对面街上有几个法国人,大家看到他们,还是有一半的人,没有戴口罩。 这是地铁,巴黎的地铁。 这是我们酒店的门口。